从初代AirPods奠定了TWS这个品类开始 苹果就在不断地迭代了这个产品线 虽然AirPods Pro一度把这个品类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仍有不少痛点有待解决 在等待了三年之后 苹果终于发布了改进版AirPods Pro 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 我可以说它在各方面都达到了理想的表现 首先是降噪 不是说上一代降噪不能接受 而是说很多人在那些非常安静的场合经常被底造所困扰 还有就是一代早期固件耳压偏高 AirPods Pro2可以说基本消灭了这两个劝退点 另外一个极端场合 就是碰到超高响度且不规律的噪声 比如这种气锤 还有坐火车时轮子经过焊点或者缝隙的响声 老款的AirPods Pro会让你感受到双份噪音 后续的Macs和新款Pro都能有效压制这些噪声 苹果宣称Pro的降噪能力提升了两倍 常见场景里还是体现在中高频的降噪上 比如像刹车片、电梯电机等声音 在道路上对比新老两代差异明显 在轮度上也基本感受不到风噪的影响 能消除掉大部分的轮迹轰明声 通透模式还是一如既往的高水准 但是自信通透模式我认为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真的碰到高风被噪音还是让人头痛 只能说是从10分头痛降低到了7分 以及这两天16.1β也开始给一代提供自信音降噪 估计也是半斤八两的水平 提升幅度并列降噪的就是这次续航和充电的升级 这方面不仅多亏了H2芯片 更多是因为从光学接触传感器升级到了AirPods 3同款的皮肤传感器 也避免了耳机放桌上还在继续播放霸占输出的问题 6个小时续航对于经常要坐火车 比如金户标关4小时的用户来说 应该不会出现从出门到开了一半 然后报低电量的问题 更不用说1920年用到现在的用户 能有3个小时续航就算不错了 这个状态带出街也是分分钟没电的节奏 电池寿命也是TWS与生俱来的问题 它就是一个消耗品 但好在出厂飙升6小时 加上不佩戴时更省电的皮肤传感器 二代应该能坚挺更多年 音质绝对算得上是换代级的改进 三屏的动态和声场都提升明显 比如说流行曲目的打击乐器冲击力更强 Tango类曲目的声场更加开阔 钢琴这样的高频也更亮 而且这种提升不仅体现在听歌 就拿支持杜比全影声的沙丘来说 沙锤冲击声的动态已经接近AirPods Max的水平 对于配乐中的乐器音色黄源明显好于上一代的AirPods Pro 整个空间音频的表现仅次于Max 声场上还有一些差距 以及别忘了苹果自家的生态优势 空间音频可以支持Apple TV或者Apple Silicon Mac 而AirPods Pro价格甚至还不及一只HomePod 可以说是目前高性价比的单人环绕声解决方案 只可惜目前正式版固件还没有下放LC3编码 而且更高带宽蓝牙5.4目前被iPhone14 Pro独占 未来无损Hi-Res和空间音频的实际听感 也许还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 除了音质之外 这一代也加入了滑动的音量调节功能 整体的操控性到了基本没短板的水平 充电盒也是全方面的提升 iPhone这边可以获得全客的信息 而且这一代不仅全面支持了无线充电和MagSafe磁吸 甚至还兼容了WAT充电器 包括第三方的WAT移动电源 还能发出提示音 上一代Find My连接要等 不能获得精确方位声音也小 苹果后面推出这个东西算是聊甚余无 加入了U1芯片后 这一代连接更快能提示距离和方位 而且发出的声音总算到了能听清的水平 新增加的挂绳孔也大幅度提升了实用性 甚至可以让充电盒给钥匙串当AirTag 最后总结 AirPods Pro二代在TWS几个维度都算上第一梯队表现 用只有的话说就是六边形战士 把上一代都打成了水桶级终端产品 考虑到上一代的续航 底造 个别场景的降噪翻车 还有防丢性能和音量调节的缺失 再加上音质上的质变 我觉得用脱胎换骨去描述二代是不过分的 因此我觉得这个时候吹一代信价比高其实不合时宜 毕竟在大幅度提升的二代面前 一代的几个痛点没有继续忍受的理由 降噪TLS之所以能有如今的市场 就是它解决了巨鞋的问题和带来了有感知的体验 抛开巨鞋需求和满足需求的产品去讨论性价比 在我看来就是强行把脚塞进一双穿不进的鞋 手头老AirPods Pro不妨丢给没有耳机的家人 这样他们也许才会发现自己的需求 这好比从赤脚到穿鞋 在公共场合获得对听力的支配权 不知道你怎么看这款产品和这样的消费观点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